周一 美国总统拜登先是在华盛顿DC的全球城市联盟大会发表讲话 他重申对边境协议的支持 还敦促全球城市联盟成员向当地国会代表宣传该法案 周一下午拜登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 在一场竞选主题的演讲中 提到新发布的2025财年预算案 在2024年选战开打之际 对于2020年大选的争议尚未完全落幕 川普前白宫助理彼得·纳瓦罗 因拒绝配合国会对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调查 而被判藐视国会罪 纳瓦罗在今年1月被定罪 必须在3月19号自首 他表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名誉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凤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凤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凤华